大家班大帅 欢迎来关站一把孟老师疯眼 古董昆虫拥兵勘探 双打架位 阵容其实还可以啊 这阵容真的你也挑不出什么毛病了 一套非常有战力的阵容 但是怎么转圣之间话还没说完 已经划了三下了 不是这啥呀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说实话呢 我相信有80%以上的观众应该跟我一样 也不知道他划的是哪里 也不知道他在划什么 也不知道他在干嘛 反正就是球者这边受伤了 这个伤害越来越多 我们通过闪现的CD来判断呢 就是过了45秒 这边的话他已经打了三刀的伤害了 40秒划了三刀的伤害 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他划哪里作为一个不玩风眼的人 你也不知道他划的是哪里 反正看到下面有个球者 然后一划 然后镜头已经切了 你还没伤害 你都没看到他划没划中 这边镜头都切走了 球者想要补状态 莫老师这边找到了 不过现在有一点呢 就是球者这边还是具有一定的牵制和反抗的能力的 对吧 毕竟古董商勘探员 这个牵制力还是有的 要封一条路吗 封住了 好的 那这样的话 古董商这边似乎是被拦住了一条去路 然后绕了一下 嗯 好像效果一般 好像像我一般 这边的话交闪线如果能击倒呢 这个局基本上结束了 因为傭兵来就能吃一划一刀 人没了 再封一轮 然后 把后门堵死 吃棍子 交完吧 全交完吧 这边古董商 硬生倒地 外面的话 这里看待员状态不好 傭兵 傭兵要救人的话 这时候其实已经要出发了 已经要出发了 他这边如果说现在不出发呢 不能形成秒救 傭兵这边 我不能说必然吧 80%以上是要吃双倒 或者救不下来的 不过去秒救吗 我过去秒 哎来了 漂亮 还行 这个护兵 叉叉叉叉叉叉 差不多 可以可以可以 怎么的 反正救下人来了 这边的话 孟老师 我镜头给到的是佣兵 但是转头一看 这边古董商已经红圈了 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 不好意思 导播老师 以为孟老师会去搞一手佣兵啊 没想到他这边的话 是针对这个古董商来打 密码机显然不够 密码机总量加起来的话 两台机出头 真的就 你也不知道他在打什么 反正那就 就就是打完了 来闪现 想取消个叉叉叨 没能成功 那这边的话 再起一波超频 看待员这里的话 当时没有第一时间选择 就这个人 不一定了 来看 磁铁 还行吧 还行吧 古董商 这波 看待员的救人还行 古董商这边的话 还有一定的牵制力 看待员再交一块磁铁 难道要吹响反击的号角 你还真别说 因为这古董商 它是有战力的 然后昆虫这边的虫 昆虫这边的话 先帮忙清能量 先帮忙清能量 抢住台子 清能量 孟老师 划了一下昆虫 路被封住 想一个云门跳出去 也没能成功 那古董商这边的话 应该是没了 做倒是真的做得不错 这把有一说一 你挑穷生者的毛病 我觉得还真挑不出来 你只能说 这把不管谁输谁赢 就是一边打得好 另外一边打得更好而已 真的 这把穷者这边上来 吃这么多伤害 他们没有一波被打崩 第一波 又命的救人救下来了 把没吃双岛吧 看他人这边救人救下来了 还保了古董商一波二六 真可以了 很优秀了 那状态的话 惨的有点可怜 有点难打 有点难打 这个状态补完密码机 还差两台整机 说实话游戏是 孟老师的一个迎面 游戏是孟老师 古董商就要自己了 等会 在 先把这个路封死 古董商还有一棍 还有一棍 还有一棍 点开 走开你个臭老头 还行吗 古董商这波自棋起来以后 再玩了一轮的话 看他原来了 大哥你是真有魄力 这状态你也敢来 但终究就你看着差两台机子 他差两台这是整机 你但凡两台一战机 我们还能再写一写 什么三人开门战 什么剧本 这开门战根本就出不了 因为球者这边的状态 这家道具不支持他们 再加上孟老师一边闪现好了 就只要倒地游戏结束啊 尽力了尽力了尽力了 尽力了尽力了 再补一波状态 没有放弃啊 没有放弃 这里拥兵 给你点压力 但是谁给谁压力 还不知道呢 对吧 你还想给我耳鸣 好 你给我耳鸣 我这边强封你 消耗一轮道具可以的 我机关墙慢慢补嘛 应该是要针对佣兵打了 因为他只需要滑一下 然后佣兵手里只剩一个护币 对吧 交完以后就是交闪现带走 这个护币得交了吧 交完以后 好 这边起一波超频 只要有能量 我估计都不一定需要交这个闪现 佣兵可能就得倒 孟老师一边还是打得比较细啊 他没有说是去针对这个佣兵打 因为我们上级是想知道 他们密码机差的太多了 所以针对佣兵打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你看这边就 昆仑这台机子修完又怎么样 你还差点整机 怎么定 你这个另外来整机能修得完吗 修不完的 修完的 这孟老师的话呢 相对来讲 他就打的比较的细致 比较细致呢 我就比较看不懂 他这镜头在哪里呀 这一局都看了我头都晕了 这把孟老师是在 主要在防守端他没打到东西 所以他这个血球滚不起来 他如果防守端能打出东西来的话 老早结束了 侧面也是说明了什么呢 穷者打的还蛮不错的 真的还不错的 这把我觉得穷者蛮努力的 怎么又受伤了 起超频了 好 这优兵 又要来扣划一下 一个倒地后面就是接连倒地 一个倒地后面接连倒地 非能不能送出去好的 转瞬间两个兄弟已经倒了 昆虫 三人真的就爆速 一二三倒 好的 那么也是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